在外面有谁来的 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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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话 不知道 现在把刺 去 去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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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年前 有一位弟子向王阳明请教 如何找到内心的恶念并去除他 王阳明微微一笑 每个人心里都有恶念 如何去战胜他们 就是各自的修行 五个罪孽深重的劫匪 绑架了富商亨泽和画家扇子的儿子华仪 他们让夫妻俩准备好高额的赎金 约好在一列火车上碰头交易 两个劫匪混上了车 老大朔泰将华仪装在一个巨大的花盆里 带着花盆在火车道下飞驰 警局里的线人称号打来电话 原来 华仪的父母已经偷偷报警 警察此刻也混在火车上 正等着在交易时动手 朔泰听完有些失望 范秀拿出刀 拉过一个帽子男下了火车 一个警察趁乱跟着两人一起走了下来 他用枪指着范秀 对着他手里的人质招手 原来被劫持的男人冬范 正是另一个同伙 两人找上了大部队 一起回到了家 为了不被发现 他们将家伪装成了一个出售花木的园艺基地 行动已经暴露 现在华仪成了烫手山鱼 大家觉得 留下他 后面肯定要惹来麻烦 范秀掏出了猎枪 朔泰说完 大家都被吓得不敢再随便发表意见 老十八交的姬泰连忙打开花盆 因为在密闭空间里待了太久 华仪已经陷入了昏迷 不知道怎么办的男人们 急忙喊来缩在一边的女人恩珠 让她先照顾一下华仪 蓬头垢面的恩珠带着脚链 畏手畏脚地从黑暗里走了出来 恩珠在名义上是硕菜的老婆 但过得却和一个被羁押的犯人无异 这五个男人组成了杀手组织 名叫白妹 自制军火 抢劫银行 绑架杀人 他们在多年间犯下了累累罪行 却总有办法不留下一点痕迹 在线人昌浩的掩护下 五个人过得安定富足 时间一晃来到了15年后 在一座装修豪华的别墅里 检察官正在享受盲人济师小五的全方位按摩 不然 听力超级的小五听到门锁有点动静 男人打开监控看了一眼 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几乎就在同时 包裹岩石的硕泰三人冲了进来 他们逼着男人打开保险箱 里面是男人刚收的脏款 男人举起左手大拇指 听话地走到保险箱前 趁着大家放松的警惕时 范秀一枪干掉了男人 硕泰走到了瑟瑟发抖的小五面前 硕泰决定留他一命 并威胁小五 要在警察面前谨慎发言 之后 三人拿上满满的收获出了门 谁知前脚刚走 警车就从身后呼啸而来 并在一个岔路口跟丢了他们 就在他们迟疑着 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时 左侧小路上的男孩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警察们认定 劫匪肯定是从这条路走了 立刻追了过去 这个男孩就是已经长大的华怡 他成功给爸爸们打了掩护 因为害怕暴露身份 华怡没有上过学 一直和五个爸爸 以及恩珠妈妈 生活在园艺基地 枪爸饭秀教他用枪 刀爸东饭教他玩刀 车爸姬泰教他开车 郑成帮他计划未来 恩珠给他满满的母爱 如果说有一个人有所不同 那一定是硕泰 硕泰总是冷着脸 很少夸赞华怡 华怡回家时 看到女孩佑静 正对罢工的自行车一手莫展 主动帮他修好了车 佑静看着华怡的校服 打听他的学校 华怡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这些校服 都是恩珠帮他亲手知道 分别前 华怡鼓足勇气 告诉了佑静自己的名字 爸爸们正在家里 清点这次 从检察官那里拿到的钱 当听说留了一个活口之后 郑成很是气愤 华怡走到家门口时 熟悉的声音再次出现 那是一只 只有他可以看见的怪兽 这么多年 他总是和自己如影随形 华怡恐惧的开门跑了回家 他和五个爸爸都毕恭毕敬的打了招呼 之后偷偷溜进厨房 将橘子递给恩珠 看到华怡一直记挂着自己 开心的恩珠拉着华怡聊个不停 吃饭前 爸爸们把华怡喊到小树林里练习射击 他们把野猪头吊在树上 华怡熟练的上膛发射 每一枪都能成功打中 除了硕泰之外 大家都对华怡赞许有加 硕泰一如既往的不说话 不过这次破例拍了拍华怡的肩膀 房间里 郑成正在和昌浩打电话 昌浩对硕泰在行动中自作主张放了小五 也是满腔怒气 这无疑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昌浩提议 以后行动干脆架工硕泰 由郑成来主导 正在这时 华怡推门进来 郑成匆匆挂断了电话 拿出一本护照给华怡 郑成一直不愿意 华怡也过他们这种刀尖舔血的生活 他希望华怡学知识 有文化 去过正常人的生活 所以默默帮他做完了留学的手续 这时 硕泰进来看到护照后 生气地跳出来阻止 这么多年 他用心地培养华怡 可不是为了现在将他送出去读书 郑成却坚持 不该再这样让华怡的人生走偏 俩人谁也不服谁 最后不欢而散 画画一直是华怡不为人知的爱好 他喜欢拿着画本 看着窗外的风景信手涂鸦 谁知 他竟又再一次看到了佑静 正在马路对面 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玩闹 这是华怡从不曾有过的生活 他看得有些出神 差点被路上的汽车撞到 司机的咒骂声吸引了佑静的目光 看到是华怡 两人坐在路边聊了起来 当看到华怡的绘本 佑静瞬间呆住 他没想到 华怡的画画技术竟然这么好 佑静想起老师布置的自画像作业 希望华怡可以周六来帮自己完成 作为回报 爱好摄影的他 帮华怡拍了张照片 佑静问华怡要了电话 将照片发给了他 这时 车爸左拥右抱的 从马路对面的酒店走了出来 佑静看得直摇头 感慨车爸一定不是好人 看出车爸喝了不少酒 华怡只能赶鸭子上架 坐上了驾驶位 一路上 车爸将自己多年的泡妞绝学 倾囊相授 但华怡根本不愿意听 只想快点将这个碎鬼送回家 不幸的是 他们竟在路上遇到了交警 华怡穿着校服 这如果被抓到 可就非同小可 华怡决定铁而走险 加大马力冲开了警察的关卡 警察们二话不说 就钻进警车追了上去 华怡一个灵活摆尾 警车撞到了路边的土堆上 几个警察又气又闹 再度奋起直追 车爸瞅准前方有个路口 让华怡开过去 父子俩总算是彻底甩掉了警察 作为检察官被杀案 唯一的目击者 小五被带回了警局调查 因为害怕被报复 小五咬死 自己是个瞎子 什么都看不见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既然不肯交代 老警察们准备就这么结案 菜鸟警官崔正明偏不信邪 主动提出去会一会他 他拿着火机在小五眼前晃悠 小五微微向后倾 崔正明心里有了答案 通知小五现在就可以离开了 小五自然是求之不得 可下一秒 崔正明这一招果然奏效 反正横竖都是死 小五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昌昊连忙将这一消息传给了朔泰 看来不能留下小五了 朔泰带人埋伏在了警局外面 准备等小五一露面就解决掉他 射击的任务就交给了华仪 因为错失了最好的射击时间 小五被压上车带走了 不过朔泰已经留好了后手 昌昊悄悄扣下了小五 将他送到了园艺基地 盛怒的朔泰将华仪也带了过来 小五已经领了盒饭 华仪哭着和朔泰说起怪兽的事 这已经成为他的梦魇 华仪知道自己又要被关进那间暗无天日的小黑屋 从小到大 只要自己和朔泰提起怪兽 朔泰就会将他锁起来 但是所谓的以毒攻毒并没有作用 对怪兽的恐惧反而在他心里越扎越深 周六到了华仪早早去了和又静约定的地方 却躲在树后不敢出现 看着又静失落地走远 华仪虽然心里难受 但也知道两人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圣地集团的郑会长正在忙活一个全新的房地产项目 不过在前期拆迁时遇到了麻烦事 一个丁子户说什么也不愿意搬走 眼看着因为夫妻俩人的不配合 拆迁迟迟无法落实 郑会长起了杀心 让白妹去把这俩人解决掉 这对夫妻正是华仪的亲生父母亨泽和善子 甚成担心伤害华仪 迟疑着不知道接不接 朔泰却执意要做 还要让华仪亲手去做 不知道俩人真实身份的华仪 在一个雨天 被车爸送到了夫妻俩的家门口 其他人在不远处拿着望远镜观察动静 华仪熟练地打开了院门 当他努力想要打开正门时 一辆巡逻警车开了过来 车上的巡警对这一片很是熟悉 也没听说这对夫妻有孩子 好奇地上前想要问问情况 华仪走了进去 房间里很安静 夫妻俩人似乎并不在家 华仪在客厅地板上 看到一张小男孩的照片 眉眼之间竟和自己有几分相似 鬼使神差的 华仪将照片收了起来 他开始挨个房间找人 却没有发现扇子其实在家 他听到了开锁声 被吓得第一时间躲进了柜子里 扇子颤抖着 给在外的老公亨泽发短信求救 华仪听到了扇子的手机铃声 缓缓走到了柜子旁边 这时 朔泰和枪霸也赶到了 华仪并没有透露扇子的位置 三人和火急火燎赶回的亨泽 在客厅里碰上了 朔泰将亨泽控制了起来 逼问他扇子的下落 为了保全妻子 亨泽扬称扇子回了老家 忽然窗外的声响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扇子已经偷偷从柜子里爬了出去 逃出家门开始亡命飞奔 看到呆站在客厅的华仪 朔泰知道 是他故意将扇子放走的 幸运的扇子 最终被热心的路人救了下来 朔泰把发抖的华仪拎到亨泽面前 递了枪 让他解决掉亨泽为自己赎罪 华仪颤颤巍巍的射偏了子弹 朔泰却不愿停止 大家都被华仪疯狂的举动惊呆了 趁着警察还没来 朔泰带着他们逃离了现场 看到华仪的巡警 成为唯一的目击者 当听到巡警称 凶手是个穿着校服的学生时 昌浩立刻嗤之以鼻 强调不可能会有学生带枪杀人 企图混淆视听 谁知大难不死的扇子证明了巡警的说法 但很快就因为惊吓过度 休克进了医院 华仪将剪刀的照片带了回去 恩朱一眼就认出 这正是华仪小时候 尽管华仪一再否认 恩朱却坚称自己不会看错 华仪躺在床上 一时不知道怎么接受这一切 晚上 崔正明摸黑赶到了凶案现场 他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新的线索 房间已经被硕太几人在临走前打扫干净了 一无所获的崔正明正准备离开时 发现门口的一把伞 那是一次采摘活动的纪念品 极有可能是凶手们不慎留下的 崔正明找到了这场活动的负责人 女人默默唧唧 百般不配合 崔正明这个暴脾气 直接抢过姓名册 决定自己挨个去找 因为行动失败 郑会长勃然大怒 他打电话 把硕太几人骂得狗血淋头 之后更是点名 不会放过破坏行动的华仪 挂了电话之后 担心华仪安危的硕太 决定带大家先离开 华仪却先一步行动了起来 一大早 他就赶去了扇子的家里 心烦意乱的他 想要知道真相 刚到没多久 他就听到了门外的动静 华仪急忙爬到楼上的房间里躲了起来 来的是还穿着病号服的扇子 华仪关紧了房门 这才发现房间竟是一个儿童房 除了满满的玩具 还有承诺的寻人启事堆在一旁 看着上面似曾相识的照片 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华仪 他终于确信了自己的身份 华仪冲下楼想要寻找母亲 却发现扇子正企图引体向上 华仪急忙将他救下来送去个医院 昌昊找到硕太 现在这事已经非同小可 扇子看清了华仪的脸 挖出萝卜带出泥 再这样下去一个都跑不掉 他建议硕太快点将华仪干掉 以绝后患 与此同时 崔正明伪装成买家 一路找到了硕太的园艺基地 留在基地的镇成热情地接待了他 通过种种细节 镇成很快就猜出了他的真实身份 看来警察已经查到他们头上了 镇成打了电话给硕太 再次和他商量将华仪送走 说泰没有再坚持 称自己会好好考虑一下 谁知刚挂了电话 华仪就回了家 他用枪指着镇成 逼迫他说出自己的身事 镇成还想用养育之情给他洗脑 伴随着一声枪响 华仪送走了镇成 一心想要置善子于死地的郑会长 又派了杀手来医院对他下手 昌昊拦住了杀手 毕竟现在是在他的眼皮底下 扇子出了什么问题 自己也脱不了关系 杀手抢过昌昊的手枪 塞进了他的嘴里 放了几个空枪之后 昌昊的心理防线已经崩溃 杀手伪装成了病人 溜进了扇子的病房 就在他将毒药注射进扇子的点滴中时 华仪从背后扑了过来 杀手掏出尖刀 开始和华仪搏斗 虽然被扎了一刀 但一心想要保护扇子的华仪 依然殊死抵抗 最终 他抢过了杀手的尖刀 一刀扎上了他的颈部大动脉 并将其从窗口推了下去 趁乱将扇子带出了医院 担心自己已经暴露 华仪将又静约了出来 委托他帮忙将扇子送进疗养院 看着昏迷的母亲 再想想惨死的父亲 华仪决心要去找男人们复仇 他前回园艺基地 只有枪霸一个人在家 两人用枪互相指着 虽然华仪已经尽了全力 但伸手不敌枪霸的他 很快就处于劣势 华仪没有硬刚 他和枪霸保证 自己会去解决掉所有的麻烦 这时外面响起汽车的声音 男人们已经都回来了 华仪趁着枪霸愣神的时候 一个鲤鱼打挺 抢走了一盒枪 撞碎窗玻璃逃回了车上 男人们急忙下楼 开车追了上去 枪霸对着华仪的车轱辘不断放枪 车霸终究还是不忍心 出手制止了他 硕泰自始至终坐在副驾驶 没有说一句话 两辆车一前一后 在夜晚的马路上飞奔 车技了得的华仪 没有给车霸追上自己的机会 他将车霸带到了意外不断的路段 车霸一一闪过 华仪突然打亮远光灯 就在车霸恍神之际 华仪找到了一处废旧工厂 拖通了说他的电话 他约着爸爸们明天来工厂见面 挂完电话 华仪又看到了那只张牙舞爪的怪兽 但这一次 他终于可以平静地和怪兽对视 第二天 郑会长突然收到了一封信 信的末尾是一个工厂的地址和一串电话 他喊来了杀手 杀手瞄懂郑会长的意思 带人赶了过去 另一边 男人们也准时到了工厂 为了以防万一 硕泰让车霸留在外面 几人一走进工厂 立刻就被郑会长的杀手们包围了 男人们听得一脸懵逼 杀手认定他们是在演戏 当面拨通信上的电话 铃声在工厂的角落里响起 杀手们更加确信 寄信的正是硕态的同伙 因为不知道开枪的人到底是谁 大家都以为是中了对方的埋伏 场面顿时陷入混乱 趁着两伙人厮杀的时候 埋伏在外的神秘人不断放枪 整个工厂瞬间变成了鲜血的海洋 双方在交战过程中 都不忘对着工厂外面射击 车霸听到了工厂里连绵不绝的枪声 也注意到了对面塔楼上射出的子弹 他决定先过去把楼上的人解决掉 当车霸终于爬上塔楼时 惊讶地发现开枪的正是怀疑 他做局让两拨人相互残杀 再一举将他们都灭了 华仪的腰上已经中了枪 但他依然在坚定地狩猎 男人们终于把郑会长的杀手都杀了个干净 不过最后活着的只剩下硕泰一人 这时杀手的电话响了起来 硕泰扔掉手机走出工厂 华仪迟疑着不知道该不该开枪 车霸急忙喝止他 并伸手去抢华仪手里的枪 华仪不愿松手 将车霸抵到了塔楼的围栏上 情绪激动的华仪不断推上车霸 却不慎将栏杆推断 最后一刻 车霸成功抓住了华仪枪上的麻绳 硕泰没有着急和华仪算账 他开枪打爆了院子里所有停着的汽车 之后开着自己的卡车去找昌浩 又竟给华仪打来了求救电话 昌浩带着一大帮人 已经找到了扇子的疗养院 华仪听罢 疯了一班去路上抢了一台车 往疗养院飞奔 可惜的是躲在卫生间的右镜 最后还是被昌浩找到了 并被塞进了车里 好在硕泰及时赶到 他死死盯着昌浩的眼睛 昌浩紧盯手枪不敢轻举妄动 唉 洗吧 真 朔泰去了扇子的病房 一直在昏迷中的扇子 像是感受到了某种能量 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朔泰洗了洗脸上的血 坐在了扇子的床前 他开始和扇子说起华仪成长之路 听到儿子不仅活着 还十分健康聪明 扇子被惊得直哆嗦 原来 五个爸爸和恩珠 自小一起在孤儿院里长大 华仪说的那个怪兽 也是伴随朔泰长大的噩梦 亨泽是孤儿院院长的儿子 当得知朔泰的恐惧之后 他安慰朔泰 每次看到怪兽就不停祈祷 尽管朔泰认真去做了 但怪兽却还是不时出现 渐渐的 朔泰喜欢上了恩珠 但恩珠喜欢的却是亨泽 恼羞成怒的朔泰 在一个库房里抢了恩珠 亨泽撬开库房大门冲了进来 却被朔泰一锄头割断了左腿 善良的亨泽 没有追究朔泰的责任 他觉得 朔泰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他心里的怪兽 反而更加认真的帮着他一起祈祷 说也奇怪 自从之后 朔泰心中的怪兽就消失了 扇子听到这里 开始绝望地大哭 朔泰走到窗边 华仪已经跌跌撞撞到了楼下 当华仪赶到扇子病房门口时 朔泰已经开枪杀掉了他 看到这无比惨烈的荧幕 华仪跪在门口崩溃万分 与此同时 崔正明已经查出原意基地和华仪的关系 他找了过来 抓住恩珠逼问真相 得知一切后 崔正明准备出发去逮捕这伙人 害怕华仪会被牵连 恩珠举起一块石头 拍晕了崔正明 之后将他转移到了地下室 当华仪赶到家里时 朔泰已经在等着他了 华仪用枪瞄准着朔泰 悲愤地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 华仪觉得讽刺 自己怎么可能和杀害父母的人 再在一起生活 朔泰冷笑 提醒他 是不是已经很久没看到怪兽了 忽然 崔正明从地下室里爬了出来 他用枪指着两人 催促华仪快点把枪放下 三方僵持之际 恩珠爬了起来 当看到华仪拿起手枪 朔泰将自己的枪口对准了恩珠 逼迫华仪对自己开枪 朔泰深信 只要比怪兽更凶残 华仪就可以战胜怪兽 看到华仪迟迟迟扣不下扳机 朔泰一枪打断了恩珠的腿 华仪最终还是没忍心开枪 他跪在朔泰面前 恳求他放了恩珠 朔泰拉起华仪将他抱在怀里 朔泰不可置信地看着华仪的枪口 这个自己最爱的人 最终还是对他下手了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举起枪 却最终还是将枪放了下来 教室里 同学们给佑静拿来了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 里面正是一张自己的自画像 佑静飞奔到了窗口 操场上正在举行拆迁动工的庆典 郑会长站在舞台中间 这盛事总算是如他所愿了 在一片习气洋洋的氛围里 一颗子弹正中郑会长眉心 华仪收拾好狙击枪 走上了人挤人的街头 华仪吞噬怪物的孩子 与其说是一部动作片 不如说是一部关于信仰与救赎的文艺片 不过与那些温情片不同 本片中曾经纯粮的主人公华仪先是堕落 然后再完成了对于自我的救赎 电影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本片的bug完全无法掩饰自身的光芒 犯罪场面大胆血腥 让人血脉喷张 怪兽是贯穿本片始终的关键词 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怪兽 又叫恶念 区别是华仪选择面对他 直视他 而养父硕泰却选择了成为他 其实现实很简单 是与非 黑白分明 但当其中夹杂了各种情感后 结局就断然不会那么轻松